主要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取这个会员资料 那一个member 一个TST的档案 那当然读进来比较简单 因为读进来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把那个档案读取的话 那TST档对于Python来说其实相当简单的 而且程式非常的短 你大概就两三行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一个档案读取进来 而且你不用引用任何东西 这其实相当的方便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那个TST档的那个 它的那个就是编码方式 是如果是微软它所建立的档案的话 多半你就不需要再加以Coding 那如果说呢假如你是像Google 比如说从Google下载的档案 好像我们之前的练习 是从云端白板上面 把这个member这个档案 把它下载 那因为这是从Google上 把它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所以基本上呢在Google上面档案编码 基本上都是UTL8 OK 几乎都是UTL8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那个Python把它开启的话 记得后面要以Coding等于UTL8 或者是其实大家就非微软的 相关的档案 就通常会需要把它改编码方式 否则的话它第一个可能也无法开启 它无法开启它会跳讯息跟你讲 所以你那个编码它没办法帮你做对应的那个位置 它找不到 所以它会跳讯息出来 那你就加一个Coding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话呢当然呢 比如说像我们上个礼拜这个范例 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我要求就是只要两个栏位 其中是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第一个 如果我只要两个栏位 第二个的话里面有五十个会员 我只要五十个会员里面的前面十个会员 那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呢把它怎么样 realize好了 全部读进来 那你会发现你再把它print出来 它会把全部的资料又吐出来 但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过滤一下 只要取其中的两栏跟十列 应该是应该是十一列 包含这个栏位名称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那上年拜的重点 就是把它出出来 这部分如果假设不太熟的话 你就回去再看一下云南白白 基本上的话 开档不外乎就这两行 用realize 顶多加一个encoding UTU8 这样就可以开起来 另外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只输出什么前十一列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for的range 其实我讲过了 反正如果你要输出有个范围的话 用range OK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for each 就全部都帮我读进来 那其中的话 如果说我要其中的两个栏位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办 再把这一个 这个list 怎么样 做spread 因为它中间是加豆点 只要是csv 一般加豆点几率比较高 那因为这个txt里面是豆点 所以把它spread之后的话 它会帮我把它五个栏位都切开来 那编号0开始 01234 那我只要其中的姓名部分的话 那就是第二栏 OK 那就index1 那还有第五栏 那就是这个 index等于4 那记得最后它有一个 这个换行符号 所以我把那个换行把它拿掉 就是strip strip把它去掉 然后中间加一个豆点 所以输出的话 基本上就把它print出来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但如果说最后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如果还要再输出什么 输出成一个csv档 有点是直接的 可以用esail开启 类似长这样子 除了说我可以直接把它在那个画面上显示之外 我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csv档 将来你要给其他的程式使用 包含像esail 或者他如果没有esail 他其他可以开这个csv档的工具 其实还蛮多的 那也可以把它开起来 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能要注意几点 要如何把我们要的东西呢 再把它做输出 这里的话我多一个空字串 也有初始值给他一个s的变数 那初始值就没有东西了 里面是空字串 那再来怎么样 把这两栏串 串到哪里呢 串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s加等于 把后面的姓名手机 这两个栏位帮我串 放在这个s变数里面 然后反复反复呢 我只要前十个就好 那最后记得再把它写出去 所以这一题的话 最后把它写出去的话 基本上 其实你会发现 读跟写 它的第一行都一样 差别呢 只有这个 后面是R 是读取 W 是写 OK 那另外的话 encoding就是说 如果你要读 用哪一种方式 编码方式 那写的话呢 当然也要 也就是如果你写出去 是要给那个非微软的话 OK 那就用UTU8 如果你要给微软 因为我这个将来会用eSale eSale是微软 所以后面就不要加 大概就这样原理原则 基本上大部分的状况都可以 都可以这个得到解决了 最后呢 再把它Rise出去就可以了 OK Rise 把这个变数里面的东西 把它Rise出去之后的话 那你如果把它输出打开 那就会有这个啦 这是上个礼拜呢 我们讲的比较多的 另外还有哪一些呢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还有讲到 计算最高分 那也就是说呢 另外有一个翻例 其实也在云端上面 那这个翻例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学生成绩啦 那这个学生成绩呢 当然我们不是很单纯的 那当然第一个要把这个档案下载 所以我下载格式一样用 不是用TSD 比如用CSV 那其实CSV用到的几率才还蛮高的 因为主要它可以给Sale用 或者是其他像那个 在Google的试算表上面也可以下载 那可是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我必须要把这三个栏位做总分的 加总跟那个平均 还有算出它各科的最高分 而且最高分的那个是谁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我踢过啦 当然你可以跑个回圈 然后怎么样呢 用逻辑判断 如果最高分的留下来 并且把它那个人是谁 同样位置的那个人 是谁把它抓出来 不过这边的话 我用了总共有四个 会需要四个栏位啦 所以我这边产生四个篡列 那这个四个篡列就分别怎么样 把那个ReaderLite之后 读进来之后把它里面的第一个 Index1的话就把它放在A 第二个放在B是类推 ABCD 然后再来怎么样 来做逻辑判断 但如果你不用逻辑判断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Python里面内建的 另一件的Function两个嘛 一个是Max 一个是Index Max就是你给它一个刮户里面 哪一个创列它会Return一个 这个List里面最高分的是哪一个分数 它会Return 但是问题呢 我如果想要知道最高分的那个人是谁的话 那你可能就怎么样 必须再用那个Index 所以B 假设B栏 国文成绩里面B栏哪一个成绩最高 那我找到之后的话 它相同位置的A栏的那个 这个资料帮我带出来 哪一个人 意思说要找哪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需要在回圈里面加那个判断 那这个当我们上个里面有提过啦 所以写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 就是学生成绩嘛 学生成绩的这个判断 但当然我是A B C 其实有点像模拟 模拟那个 我们的那个Essal里面的蓝的概念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有点像 反正我将来就有点直觉的套公式 如果有A B C D 那我就建立A B C D的List 那这个List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东西帮我摆进去 摆进去才有办法去做后续的处理 因为如果你没有摆在创列里面 那后面就没办法用了 OK 所以基本上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如果你对于这部分不太熟悉的话 回去可能要再练习过 那我们两个方法上个礼拜介绍到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延续那个上个礼拜提到的部分 最后我有提到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什么呢 把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全部都把它合并在一起 但其实我的目 我是希望能够把全省邮局资料 把它合并之外 也能够分割 合合分分分分合合 那以后不只是 其实在sample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因为工作里面很多情况 你要做报表之前 你可能要先把资料先合并 那可能都要取得某部分的资料 你要把它切割出去 所以一下合一下分 那主要是针对你 报表里面要的data 你去做取得吧 那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呢 把那个上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看一看 我是把那个范例档 放在这个范例档里面 一般上面 这边有个全省邮局地址的点资IP 那你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在我们的那个下载里面 会有一个 这个全省邮局的 ZIP档 你把它解压出 那并且解出来有25个档 那当然我上礼拜有讲过 如果你要合并的话 我把它分成几个动作 就是你可以 半手动 半自动 另外的话当然你可以全自动 方法很多 不止一个方法 那请各位呢 试着把上礼拜的这个范例打开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快速的 把那个大量的档案 可以批示一次的 就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应用什么 其实主要 大概就用什么呢 开档 跟写档 不过写档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能用那个 刚刚用W模式 如果你用MODE是W写出去的话 那它会复写 比如你三重开了 写出去 那第一次就三重 下一次呢 你中立又开 你用W又把它写 所以它变成只有中立 它三重不见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全部把它合并的话 一定要A模式 所以基本上 大概如果你 档案的读写 主要你大概记三种 大概就够了 R WA就够了 R嘛读嘛 写就W 负写 就是应该不能叫负写 叫 就是 Inseal 或Append 其实应该叫Append Append就是加到后面 加到后面 OK 那就是三种模式 其实就够用 那待会的话 其实怎么样 我们 假设说 我是半手动的话 那我第一个 需要知道什么 需要知道 我全体邮局 有哪一些党名 党名 副党名 然后再把它入境 串在一起 我就可以Open它 那Open之后 然后我Open之后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写出去 写出去 写出去 那 假设有二十五个党 那我就二十五个 跑个回圈 全部跑完 这样就全部合并完成了 OK 当然可以分阶段 如果 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 比如说 还没有学到OS里面的 有一个方法叫Walk的话 那其实呢 可以要用什么 就用那个 其实我以前习惯用DOS DOS其实 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可以用 只是说呢 在DOS底下 我们 可以先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目录里 就是那个目录里面 的所有党名 然后呢 把那个党名 逐一逐一的读取 那请各位呢 试着把那个 上礼拜的部分先开启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怎么 快速的合并 这个二十五个全省 邮局地址的那个 充分之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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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